我让这个委员来谈一下 时间真的很快 我觉得动作也很快 这也是中国实力的一个展现 也是一个中国速度 10月18号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 大家展望接下来 习近平不是讲到了八项行动吗 我们特别挑出来谈 就讲到了第二项 习近平说中方将创建 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到10月23号 我们看到每几天不到一个星期 大陆国务院就发布了 同意批准了关于在上海 创建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的方案 对于上海来讲真是个大消息 你看到六天习近平宣布 六天就批了第一个先行方案 那另一头呢 这个前三季的成绩也公布了 大陆22个省份公布 结果你看到这个数字不得了 GDP的增速9.5 哪一省给你猜 很多人猜什么江苏啊 广东啊不是哦 海南哦 第二名7.2增速 给你猜哪一省 很多人猜什么浙江啊 对吧沿海附近啊 不是哦 内蒙古哦 然后还有甘肃 甘肃第三名啊 增速6.6% 但它的量体跟它的GDP的 这个增速比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增速来看 你就发现有没有 这些城市赶上来 过去曾经我们讲过这个中亚 讲到这个大陆一带一路 使得过去我们看到大陆很偏僻的 像是什么新疆等等变成一个这个门户嘛 所以整个翻转了这个比较偏远的一些这个省份的一些概念 还有同步的我让这个委员一起来讲 这也是一个中国实力 公这个机床 大陆一口气取消了日本1112亿人民币的机床的订单 那中国是日本机床最大的出口市场 什么都要用到机床 小到一个螺丝钉 然后到飞机到铁路到航母 到这个外太空 什么什么东西都要用到机床 当然机床也分成这个高阶款的 这个中阶款的低阶的 那大陆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短板 所以那时候日本很呛嘛 没有我们日本机床 你们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事无成 只要我们日本锁住你们的话 你们根本连航母都造不出来 结果现在呢不得了 大陆值也跟上了量也跟上了 所以有这个底气 这么大的电单一口气把它取消 习近平在18号宣布失路电商 23号国务院就发布在上海的执行方案 其实不是六天 因为中间卡了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只有四天 那为什么这么快啊 因为大陆在执行一个政策 或者推行一个方案的时候 事实上早就先规划好了 不是领导人宣布完再规划 是早就规划好 所以这个习近平一宣布以后 国务院就把方案提出来 这个做法跟民进党刚好相反 民进党是先拿一个要议算 要大家想说我要做什么 这完全是颠倒的做法 大陆上为什么会这么消利 就是早就思考好了 那只是等到了开一带一路再提出来 提出来的立刻就推动 那本来后续动作大概就早就想好了 细节具体的执行办法应该通通有了 搞不好客户都找好了 主要客户大概都找好了 日本过去一向是如此 这个以前对韩国是如此 后来对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他觉得我日本占有很多的供应链的上游 我就拿就卡你 但日本就这种行为 现在美国看得到 美国夹竞争之名说我这几个半导体晶片 高阶不卖给你 那你中国有本事自己做 这刚好也是激励中国自己做 的确以前的机床在业界里面叫工具机 种类很多 这么多的工具机里面 日本人长有的市场比重在亚洲应该超过一半 那以前中国当然是没办法跟他竞争 那现在你就找不到工具机 中国不能做的好像比较少 但小型的工具机台湾是做的比较好 这一点所以你看台湾在台中地区的工具机 出国到中国大陆量都很大 那主要也是供应台商 或者相关的产业在用的 那对于这个中国取消 1,112亿的日本的机床的订单 那只是恰好而已啦 因为这个海产进一进好像金额也不太大 再加个工具机 下一次可能要加上Toyota 那个量更大 这中日两国在这个外交经贸上 互相的运用的这个工具 中国是越来越占优势 所以日本最好也是想一想 要不要那么亲美来反中 岸田温雄是在走亲美反中的路线 最好想一想 那这个大陆当然也讲得很白啦 你过去在瓦盛纳协定 这么东西 这么多东西不卖给我 那我现在航空母舰都做出来了 表示所有的机床我都能够自己做 因为没有机床航空母舰做不出来的 航空母舰会做得这么好 表示机床水准非常的高 那相对的不管你是做这个轴承 或者是其他的更加精密的东西 飞机的翅膀核潜艇的螺旋桨 哪样中国做不出来 都已经做出来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早年在做那种风电的风扇 真的做不好 跟谁买专利 跟荷兰买专利 那跟荷兰买专利 他现在做得比荷兰好 所以我们台湾说要做风机 不可以从中国大陆进口 那我们只能买到二等货 因为一等货是中国大陆生产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有好处 市场大 第一波批货品质不好 没关系 我第二批货就越做越好 那日本的机床的订单 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订单 转到自己的国内厂商 会只会越做越好 就怕没有订单 不怕他不会越做越好 如果订单突然间没有了 就像回答在担心的 中国大陆订单突然间没有的 回答了A100 他现在就没有钱 投资去搞A200 那进步的速度就会被拖缓了 那中国大陆订单 永远不断的话 说些不客气话 我虽然不会做蛋炒饭 炒一次不行 我炒两次 两次不行 炒三次 炒到第五次 我走个咒舌味道还不差吧 这只是中国苦工练出来了 对啊 所以这个工具机 我们看到过去被认为 也是可以卡大陆脖子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管道跟工具 我们台湾叫工具机 他们叫机床 当然这个工具机 有这个比较精密的 精密的工具机 像工科机 也都需要用到工具机 那现在这个大陆所有的航母 用的全部都是大陆的国产机床 已经全部高精密的五轴啊 六轴啊等等 全部都没有问题 所以啊 有这个底气全部砍掉 因为自己已经会做了 其实这个跟芯片的概念是一样 还有一头就是 8月24号中国寄出了 日本水产禁令嘛 全部都禁 俄罗斯现在也要跟进 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演讲的时候 要求中国立马撤销 把它这个全部撤销 当然可能吗 这个接下来 目前只是第二轮排放 还有得看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